农村小哥剪石头 今天来切一个美食啊 这个石头它没有皮的 从外表的话 它可以看到里面的草花了 而且这个草花它的颜色比较红啊 它是那种一条条的啊 有一些花纹 它像那个小小的发丝一样 整个石头都可以看到有草花的表现 这个石头主要是看它的裂多不多 因为它花纹也有了 颜色也比较红 然后打灯的话 它也有透光的 所以说主要看里面的裂多不多 如果裂不多的话 真的是一个美食啊 现在就把它切开 看一下里面到底怎么样啊 好 我们的石头刚给它切了一刀啊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啊 来这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心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的颜色还是很红啊 中间出现了一点小空洞 旁边这一圈 看起来比较通透的感觉啊 中间的地方因为它草花比较多 所以看起来它就没有那么通透的 它这种石头 只有带玛瑙记的地方 它才会通透一点 我们再来打个灯看一下 这个旁边的透光要大一点 然后有草花的地方 它只能微透啊 近距离观察的话你看 里面满满的草丝啊 有点像那个拉丝状的感觉 有点像那个长丝啊 这种石头 在盒里面就比较好用 因为它感觉没有皮一样的啊 在盒里面溅到一块 就赶紧搬回家吧 每天也能分享美食啊 如果您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您收看小哥的视频啊